85年农村驾香港 一天都在忙啥 把筷子翻过来 姐姐把头朝下 我喜欢朝上 给哥哥们喝点牛奶 表弟说不喝 放点第三进去 促进吸收 妹妹又在闹脾气了 一定要吃巧克力 我不怎么吃巧克力 但是爸爸很爱吃 两个哥哥都随我 也不怎么吃巧克力 妹妹随爸爸 也是超级爱吃巧克力 看她吃得一脸陶醉的样子 真是拿她没办法 她好享受啊 我来收拾一下 有个女儿真的很贴心 她虽然小 但是有一颗想帮忙的心 男孩好像就不会 带四小只出去放风 我喜欢他们多出去玩 不管玩什么 总比在家里玩手机强 排排坐 挡秋千 我真的挺喜欢孩子的 妹妹喜欢玩这个 嗶嗶的秋千 进去就很难弄出来 因为她太大只 几个男孩子 其实都算很听话 基本不用操心 下过雨 滑滑梯上面很多水 妹妹很快就交了一个朋友 很漂亮的女孩 浓浓的港普 剪了一张贴纸 完了一个多小时 女孩说她要准备回家吃饭了 我们也回家吧 我煮饭速度慢 先一人吃个香蕉 让他们先垫垫肚子 我先给妹妹洗个澡 四岁了还要用澡盆 不肯用淋浴 说害怕 怕什么搞不懂 洗完澡让她玩 我开始煮饭了 让哥哥们轮流去洗澡 把鸡放微波炉解冻一下 孩子们超爱吃花菜 妹妹又在后面说 要吃巧克力 把烧肉放进花菜一起炒下 两个哥哥超爱吃肥肉 还好妹妹不是很爱 炒好一个菜 时间还早 先放烤箱 鸡解冻好了 先给它五马分尸 爪子都藏在肚子里去了 我差点以为是只身残至尖的鸡 把鸡头丢掉 中间切开 各种多 最近发现香港买盐局鸡的价格 跟深圳差不多 以后可以不去深圳买了 白费利器 把鸡蒸好 给老二吹个头 开始淘米煮饭了 六个人两碗米都吃不完 把饭煮上 表弟也洗碗澡了 鸡蒸好了 好香 四个菜 有两个是昨天的剩菜 分鸡腿 表弟大概是老家吃了太多鸡了 居然不吃鸡腿 盐局鸡还是挺香的 大家都很喜欢 真喜欢孩子们大口吃饭 大口吃肉的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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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